这个章节是要介绍DNA的一个定序方法 DNA定序的方法 那我今天介绍了两个方法 一个是Maximin跟Gilbert 这两个是人名 他的一个是化学修饰断裂法 先修饰核甘酸 碱基 然后再用很多的一些化学方式 化学分子去做一些修饰然后断裂 那第二个方法是Senger Senger这个人非常的特殊 得到两个应该是两次的诺贝尔奖 蛋白质定序跟DNA定序他都有 他用的方法是双去氧 双去氧核糖核酸 就是直接中止核酸反应 那我们先介绍所谓Maximin跟Gilbert的方法 他这边是先进行所谓的一个 就是剪辑修饰 方式大概就是这样的 剪辑 剪辑修饰 修饰 修饰 比方说甲基化 甲基化 然后在第二个步骤 甲基化之后 比方在这个地方甲基化 然后再把它做一个切除的动作 切除动作 比方这个地方是先把这个所谓 剪辑清除 然后再进行断裂 cut断裂 它的方式就是这样子 OK 那用哪些哪些化学分子 那针对这个G 秒分飘零跟线飘零 它用的是这个 双甲基硫酸 BMS 甲基硫酸 双甲基硫酸 双甲基硫酸 各位在这边这个地方已经被修饰了 修饰完之后再用这个 Pipe Pipe Reading OK Pipe Reading 去进行作为切除的动作 OK 就是它这边呢 这个 鸟分飘零 然后再进行断裂 这个地方断裂 OK 那那个 这是针对鸟分飘零跟线飘零 但是如果是 C 包密钉跟修行密钉 它用的就是 hydrating 这个hydrating 这个东西 是 终于忘记了 我们等一下再做一个介绍 OK 那这边是它的一些化学方式 OK 那一样我们再重看 这个 这是一个那个二甲基硫酸 然后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进行甲基化 甲基化 OK 甲基化 然后在一个强减的情况下 强减的情况下 就是 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切除的动作 OK 就是这个环 这个环这边会断裂 断裂之后呢 再借入所谓的那个 再借入这个六清密钉 piper reading 六清密钉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各位就去看这个结果 这边是一个简基 bass 然后 五碳堂 然后磷酸 磷酸 那这边呢 加了这个 氢氧基 氢氧基 跟piper reading 就是这个派定 六清密钉之后 第一个这是减基 休息后减基 然后一个磷酸 然后这边呢 磷酸再加上 deoxic ribos 五碳堂 OK 换句话说它已经断裂了 把那个 核干酸之间的那个 磷酸 指件 已经进行断裂 用这个方式 用这个方式 所以第一个 OK 这是 这是对针对这个 鸟粪飘零 OK 那这个是 针对那个 c跟t 包秘密钉 休息密钉 它用了这个联氨 联氨 hydrate hydrazin hydrazin 这个东西 它本身是一个 这个物质 联氨 OK 一样 它在这个地方 加入这个东西之后呢 它会在这边进行 就是把这个环 切断 切断之后 再加上这个 刚刚讲的六氢弼令 六氢弼令 一样 这是 已经断裂了 那个碱基 磷酸 然后再这样 磷酸 磷酸五碳堂 环胶态 已经把它进行断裂了 OK 那 这是 是针对这个C跟T 这是胸弦密钉 这是去氧的那个包密钉 包密钉 OK the axis system 包密钉 它用的方法其实都一样 都一样 只是说 它针对这个所谓的 比方说在一个 1.5m的那个 绿化纳这边 绿化纳 它只针对这个所谓的包密钉 所以它会做一些区别 做一些区别 那这是这个表 告诉你说 它会用哪些方式 比方说用这个G跟A G跟A这个地方 我们看第一个就可以了 第一个的话 它是加一个pH7 然后再一个碱性环境 然后90度C 基本上它是对G比较有效 就是两分漂亮比较有效了 OK 所以 那这个是 这个G跟A sorry 在一个酸的情况下 比较有效 OK 所以这是那个 Maxman跟Gilbert用的方式 不过它用的这些化学药剂 比方说那个 二甲基硫酸 联胺跟那个 六氢弊钉 基本上 可能都是比较有毒东西 那它怎么做呢 OK 各位注意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借由所谓的一个标定 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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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那个放射线 放射线 032 去标定它了 在这一股了 OK 然后它进行切除的时候 比方说它针对这个鸟份飘零 针对鸟份飘零 针对这个鸟份飘零 跟线飘零 OK 所以它做到这个切除 可以看这个 这边最长这个 最小的这个band 它是针对这个C 因为这边切除之后 表说切除在这个地方 切除之后 它有两端 这个 OK 这边跟这边 那就左侧 左侧 有这个放射性 所以可以看到到这个band 右边就看不到 右侧 没有放射性 没有放射性 所以看不到 然后这个胶 gel 上看到的这些band 就是代表不同大小 那这边就是 这边就是给 给予的不同大小 它里面的一个实际长度 所以就就是 Messerman跟Gilbert的方式 这就是另外一个方式 各位知识听说 这边有那个 磷酸标定 右边都看不到 那这边是 A跟G的一个大小 所以它可能出现三个band 因为切在 它会切在G或A的地方 G跟A的地方 所以它可能是 G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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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CTAC OK 可能会这样的一个切除 所以会有三个情形 那G呢 可能切在这个地方 只有这个band 会出现 因为这边 这边会切除 OK 所以利用这个方式 所以这是Messerman跟Gilbert的一个方式 利用化学 分子 修饰 修饰 然后切除 切除 OK 这是它的一个方式 一样也要跑焦了 跑焦 跑焦 然后重点在 切除 所以就是它用什么松式 用什么修饰 用什么切除 然后跑焦 然后就标定 标定 这是 一些 钙 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那这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总结的方式 二甲聚硫酸 攻击这个 A sorry A跟G 然后还有Drylian 攻击 Attack 这个C跟T OK 然后再借由这个 六清密令 做一个切除 的一个情形 OK 那我们接下来 第二个就是Sanger的方法 Sanger Sanger OK 左边这个是 那个胶 胶图 它大概 60到70 每一个Band OK 现在跑胶 大概就是这样的 就是实验结果了 60到大概 60到70公分长 这个胶非常非常大 然后这 这边看到 这边是 这个是正常的 底TDP 然后是双去氧 双去氧 这两个位置 都没有 都没有氧 无氧 OK 因为这边 这个 因为这边 第三个 氢氧机 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它有氢氧机 这个DNA 才能够继续的 一个聚合 那没有的时候 它就会停在那里 聚合反应 就会停在那里 OK 那这是 正常的 核糖 无碳糖 这是 是去氧 核糖 双去氧 DiDiase 双去氧 核糖 然后呢 这边 这个反应 就有点像 这个 所以 银子 它有个银子 然后 聚合 就是延长反应 聚合 延长 反应 那又碰到这个 比方说 这边是一个 DDADP DDADP 所以它碰到 A的时候 碰到T 应该是说碰到T 碰到T 碰到T的时候 这个地方 T的时候 它如果碰到这个DDAD 它就会停在这里 比方说 这第一个 G 就是最短的这个Band 这是它的大小 OK 那中间这个Band 就是这个 OK 因为它会碰到 这边以后有一个 就是第二个T 第三个T 因为它是相对的 因为它做 做这一股 做这一股 OK 所以一样哦 所以它其实里面会有大概有DD ATP 还有一个DNTP 意思是说它有其他的 有GATC都在里面 GATC这里面 OK 然后大概分四管 分成四管 分四管 做不同的反应 然后再跑交 OK 那这是另外一个 这是DDG 的一个反应 OK 然后这是每个Band呢 它的一个大小 这边跟刚刚的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在于它这个 它这个 它的这个长度呢 其实有包含 包含银子 Primer 包含银子 OK 那这是 是后期的哦 早期是用那个 焦 那后期呢 可能一样哦 然后再把这个数据 做一个类似 不同的那个 荧光强度 OK 当它跟它做结合之后呢 它就会 它就会停在那里 哦 我们就看到不同的强度 不同的荧光 波长 依据 依据它的那个不同的荧光呢 去 侦测它是哪一个 哪一个 哪一个双去氧的一个 核打核干酸了 OK 所以这是一个那个 实验结果哦 这边这是一个那个 雷射啊 打过去哦 然后这边是侦测 侦测 侦测 侦测了哦 那因为不同的荧光 看出来之后呢 就做一个记录 record 记录啊 记录 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子 不同的荧光 得到一个 然后这是一个 类似像那个毛细管啊 毛细管跑胶了 又更更简单的一个方式 DNA定序的方法 更简单的DNA定序方法 OK 那这是另外一个 这是由所谓的一个 杜邦公司 所开发出来的 不同的荧光 荧光剂哦 OK 那这是另外一个 另外图显现 所谓双去氧和核糖 钢酸 然后可能有不同的 接不同的一个染剂哦 去跑胶得到的一个结果 定序的方法 定序的一个方法 OK 所以啊 针对这个 针对这个定序的方法 我们简单就是 介绍所谓的Maximin Max 跟Gilbert Gilbert 的一个定序方法 它是用化学法 化学修饰 所以各位要知道说 是什么样的化学 要去处理什么东西 然后再断裂 断裂哦 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一个 容易 它会切不同的 它会处理不同的一个 核糖和核酸哦 OK 那那个Sanger 第二个方法 它用的说是强制 强制 停止 强制停止 聚合作用 聚合作用 就是所谓的双去氧 双去氧 核糖和核甘酸 这样 这样那个 DNA就没办法做延长 就停在那里了 然后再用不同的那个 不同的长度 来判别 它是哪一个 它是哪一个 核甘酸 用这样的方法 就做定序了 然后这个胶本身 其实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它可以 它的解析度可以辨别 一个核甘酸的差异 可以变焦 可以辨别一个核甘酸的差异 OK 以上的是 那后续大家有所谓的那个 所谓次世代的一个地区 次世代地区方法 次世代地区方法 高通量地区方法 那进展非常快 好 好 bunch 好 好 好